这个配置里还不卖配一点 怎么卖出去 祖传硬件加祖传游戏 价格也挺祖传的 还是那么贵 欢迎来到每周三的新闻播报时间 看来有一个公司等不及了 在今晚上10点才要开正式发布 线上发布的结果眼上 在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的时候 我们突然没见过这样的 晚上8点发资料 但是晚上10点才做直播 太着急了吧 正好感受我们这个节目直播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得不 先聊一聊这个事了 本来是打算等一下直播一起看的 这个不用看了 甚至确实是不用看了 直接一个完整版所有的宣传片 包括各个地区的官方网站 资料就放出来了 就是HTC VIVE 他们家的新品 之前预热了很久了 我们都已经有点不耐烦了 说实话就看了太多的预热 这次看来这个是一个 WIFOX3的进化版 在外观看起来非常非常像 WIFOX3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但是它除了前面版 做了两颗吐起来的色彩头以外 其他基本上几乎一样是吧 几乎一样 对 真的是 这个都怎么回事 这是跟Pico 选到了什么 反正大家似乎现在都在能省则省 是这种感觉 这个设备现在有什么特色 我们盘一盘吧 好 跟Focus3一样 都是用这个后置电池的设计 然后屏幕是2.5K的LCD屏 fineer的透镜 然后有这个高通骁龙 XL2 Gen1的芯片 Gen1的啊 它升级了这个传感器的套件 还有升级了RAM 有眼动追踪 还有甚至可以支持DP直连 相当于是个双模一体机 就是它可以直连 戴PC 是的 考虑到外物的一体机生态 你就可以把它当PCVR使 是的 这基本上是新的PCVR 对 这个你之前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 也是用GN1对吧 某个品牌 也试图做了那个双模一体 你是说某个派 对 是的 但是显然他们那个一体机模式 几乎不能用啊 就等于最后变成了一个 额外负重的PCVR 虽然说外物那个生态可能一般般啊 但至少首先 第一个人家有生态 第二个就是我单纯的看个电影啊 什么的这些肯定是都问题不大了 这个Focus3已经稳定运行了 也是祖传了好几年了 所以这台机器可能对我来说 我更多都会把它当成一台PCVR 对 真的 真的跟PCVR没什么区别的 这次这个 就有点像你说的 一体机生态没有真的在消费者段做起来 各种原因吧 对 但是这个一体机本身的那个形态啊 包括用料啊当时 反正它才是很贵啊 我记得很清楚呢 巨贵的 外观和材质还是值得承赞的 当时 但是你说光学 还有这个操作系统啊 包括它的内容商店里面 那个应用的质量 整体的质量 都没有 让人很满意 这次这个现在显然就是把以前的一体机生态的弱势 给规避掉了啊 告诉大家我直接就能玩PCVR 对 你拿来干嘛都行 但同时呢 它还支持以前的一体机的功能 对 你们又没有印象 这几年其实Vive在玩家 我们这里这个群体里面 其实没什么声音 对吧 它基本上 越离越远了 越走越远 对 对 就感觉好像没什么声音 然后他们自己 其实又是一个软件公司的感觉 就做了很多 尤其是那个原宇宙火的那两年 他们做了很多自己家的那种软件方案 还做的挺深入的 对吧 2B的解决方案啊 什么的 我具体没有仔细了解过 但看他们的频道里面那些更新 就觉得 好像是一个很2B的一个公司了 软件层面 这次这个 现在看起来又是想要沾一点玩家 对吧 毕竟他还兼容PCVR 就直连 对吧 要说明一下 这个DP的适配器 是需要160元美金 美金 对 才会有的 但是 但是 你预购的话 这个是送的 还送7个游戏 虽然一堆游戏 你看一眼都这是祖传游戏 是 Wireport吧 他们家自己的 甚至我觉得那些送的游戏都没有打开的欲望 祖传硬件 人家祖传游戏 价格也挺祖传的 还是那么贵 那三个是什么 XR Workout Capsule Cryptus 还有The Blue 这三个都不想打开 这The Blue真的是16年时代的东西 最早外 我那会上的时候 我记得就有这个游戏 这台设备 其实你也能看出来 它没有用新的芯片 这里面又能抠出点成本来 它用的是X2进1 反正 其实这台设备 我觉得一方面 它跟一体机比 它就主打 我直连 反正你预购 估计到时候也送了 就是最后也送你 我直连了 然后跟一般的PCVR比 我又可以无线串流 对吧 我是一体机 而且我功能是完整的一体机 这个可用的一体机 不像是之前某个品牌的一体机 就等于没有用 所以说你说我用这个 HTC官方串流器权还可以了 对吧 我做个测试还可以 画面 它的整个串流的延迟 你说它特别好吧 倒也没有 但是肯定是能用的 就这个还可以 对 所以说你如果买回去 我想无线串流 那你就当一台一体机 无线串流用 你说我这个想直连 那你就用这个DP的盒子 去接这个DP线去直连 然后它是把这个RAM升级到12GB 我还改进了 有一个冷脆的风扇 可以运行的时候会安静一点 这个内存升级的 我怀疑就是最近内存便宜了 反正升级要不了多少钱 全面向Picos Ultra看机 你看它这次官网上 也是包含这几个模块 对吧 就是和Picos Ultra类似 它也有这个工作 对吧 对 它MR的内容也很多 其实 还是有一部分MR的内容 它也支持以前那个张鱼歌 表情捕捉 这个也支持 也支持面部 还有大家自己的自尊追踪tracker 对吧 都支持 所以VRChat全套 又是一台VRChat机 而且这台设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有这个眼动追踪 DP直连状态下也是可用的 相当于它是一台 支持眼锥的PCVR 他们可能也认为 这应该是个重大的升级 应该就是这个双目彩透 对 但是我们还没聊 有啥用吗 你没有生态 他希望也是用他们家的 这个深度传感器 加双目的彩透 来做更好的ARMR的体验 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估计会讲更多 应该会有更多这些 ML的内容的 我有点看不太懂 这个发布会在干嘛 跟我理解的发布会不太一样 感觉像注目的感觉 就在放PPT 以前那个还有各种工具 我有点懵逼 我靠就啥 真的懵了 真的懵了 难道是这个发宣传编 才是真正的重点吗 你看现在网站和宣传片里面 关于这个工作部分 也是撑个窗口啊什么对吧 靠前啊 这是第二页还是第三个 还有一个要说一下的 就是它这个电池是支持热叉拔了 之前Focus 3 它如果把那个电池拿走的时候 它是没电的 对没电的 但是Focus Vision它不会 它累积了一块10分钟的电池 就如果小电池 对你拔掉了 那还能支撑个10分钟 热叉换电池 这个也是听到了大家的声音了算是 也挺B的 对 我就想说嘛 千万别搞成某台设备那样 是吧 这个插了DP线嘛 居然耗电 玩PCVR居然要掉电 我靠 那就太难以接受 我有一个想法 那我比如说我在玩这个DP 我PCVR的时候 我能不能把那电池抠了 然后直接用DP线供电 应该不可以吧 应该不行吧 对 够不上吧 为啥不行呢 DP线直接给电不就行了 或者给小电池的电 你现在要用PCVR 你不还得接个USB的接个DP 我就说接个线嘛 我就不用带电池了嘛 这样总中不就变低了 对于电脑端 你肯定还是要插一个USB 对啊 这肯定的呀 这就是肯定的 我要说能不能这个头显端 我少块大电池 这不能少100额克 这就舒服一点 是 那这个要到时候 对 当然如果电池坐在后面了 也不好说 对 因为你电池坐在后面 可以配重嘛 你把这配重取下来 但是你那个配重没有的话 会不会就是整个往前跺下来 就没有 没有 我这个我再次提醒 颈椎病患者啊 觉得需要更好 不配重也行 只要它轻 我都能接受 一下轻了好多 反正它重量 整机好像我记得也不是很重吧 它用的那个材料是 所谓的什么航天 反正就是 铝呗 其实是又轻又坚固的 相对来说 还有一个点 这次这个设备 它刚才咱们开场前聊 支持X那个SD卡 对 TF卡 对 那个MicroSD 支持最大2TB容量的MicroSD卡 哇 这个是真的是什么都有啊 有点像那个原来那个杂牌机的感觉 什么功能都带 是吧 就差这个X5G卡了 我感觉它是一个更纯粹的 比Pico 4 Ultra走向了更纯粹的B端 那种感觉 就它虽然也在想着说 你也要面向一部分玩家 但感觉它这个产品的定义里面 包括电池 包括X卡 什么 感觉它就是更 目标会更明显一点 那B端有用得到X卡吗 它本身的容量应该不小吧 你比如说这个B端 就是想往里塞上一个T的视频 那怎么办 这是日本的B端吧 这是日本的B端吧 比如说那个 日本的B端不会用这种的吧 也有大红的 那谁知道他们用什么 我操 我也没去 我现在做这个全球视频的培训 比如说 对吧 我拍了一堆这个教程 每一个每一节课都半小时 然后就拍了一系列 预装给你的设备里头 那这X卡就便宜多了 玩家反正也有用嘛 这个你有些人就是喜欢这个把电影往里存嘛 愿意存就存 对 之前很多这么多人都在外接一个U牌SSD什么的 也确实有些人可能就是喜欢把这视频往这种卡里存 本身就存上了 我一插上嘛 也算是肯定是个好事嘛 这支持了肯定是好事 是 这个方便率先说一下 这个2448x2448 对 这是8.5K的一个水平 都没有好像跟上一单没有区别 没区别 一块区别 对 这个数很奇怪 看一眼就会记住 他也重点强调了手势识别 意思就是我们这设备什么都能做 实际体验怎么样 就得再看了 再就是他这个网站上 我现在看 好像也并没有演动集合手势的交互吧 就是这种苹果的交互 对吧 如果有他一定会放在第一 然后售价也公布了 美元是999刀 是吧 然后港币是8388 这是不是跟YFocus3当时一个价格呢 我觉得好像便宜了 是吗 我记得Focus3 没印象 Focus3当时是在国内卖1万吗 Focus3是1300美元 这怎么还不一样了 也是想开了点了吧 新品竟然便宜了 那你这个配置你还不卖便宜一点 怎么卖出去 这就是咱们这个作为一个品牌 给咱们这个印象的一个延续 Pico 4 Ultra出的时候 因为以前太便宜了 大家就说你这个太贵了 对吧 这没法接受 就像那个前一阵子PS5 Pro发布 售价一出来 虽然都太贵了 对吧 大家对比的就是PS4 Pro 和PS4倒是差价 然后这次你看 YFocus Vision 对吧 名字刚刚忘说了 YFocus Vision 拍出来 咱去看999 便宜了 这种感觉 这个便宜是相对于他们自己的机器 不是说在市场里面便宜 不是说便宜 但我估计最后国行价格还真有可能 不会上9000 可能就在8000到9000这个区间了 跟港币差不多吧 1比1块算一下 在我剪这些视频的时候 国行售价终于公布了 要9888元人民币 这你收得了吗 但是玩家 我觉得还是关注一下 更实惠一点的投资 8000块钱 怎么都贵 除非你屏幕配的很好 但屏幕配的太好了 一体机又撑不住 如果说这个东西卖个5000块钱 还挺好 我觉得HTC 这个Focus Vision的目标用户 应该就像我们弹幕所说 这是2B为主 就是2B了 2C我估计就顺便卖卖 但这个价格也还好 就是它相对来说多少 你如果给一个VRChat PC玩家 或者是原教旨主义PC玩家 这个产品价格其实也不算贵了 因为Valve Index 对吧 那个也是很贵的 也是 但你这跟啥时候比 跟19年比 你没法比 因为没有PCVR 你这跟大鹏比吗 这个是 主要你没有 本来PSVR2吧 你要有个眼锥 这VRChat玩家也就忍忍就过去了 但你们还没有 你还不上 你让我找一个带眼锥的 还得是PCVR的 还得能直连的 这样太少了 行吧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反正VRC的玩家 就在我的印象中 省钱的那是真省钱 倒腾史莱姆 几十块钱的零件都倒腾 那贵的那几万块钱 闭着眼睛 是 不同的预算 不同的解决方案 这个只要有就行 就是有方案就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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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